直接帶您來關心的是 兩岸緊張 想不到還有波及議員 在今天傳出 中國下令台港議員 要保證十年政治正確 盛美這什麼意思啊 什麼叫保證十年政治正確 我先講 這是因為去年香港爆發反送中之後 有些議員表態支持 這些議員就被中國列入了黑名單 非常嚴重 而且這輩子大概就難以翻身了 到現在因為這一陣子 有一個敏感的時間 對中國來說就是520 蔡總統要就任了 所以在520之前 中國就祭出了十年政治正確 什麼叫十年政治正確 也就是說 在中國大陸 任何一個影視作品 只要他找的是台灣或香港的議員 你就要簽一個合約 這個合約裡面你必須要說你要有政治正確 而且要保證十年內你不會出現問題 什麼問題 我告訴大家很簡單 不能支持四種毒 台獨 港獨 藏獨 僵獨 只要這十年內你被發現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如果你這一部戲你拿的是新台幣1000萬 你十年內被發現之後 你可能會倒賠十倍 十倍啊 你知道這幾天這件事情 十年政治正確這件事情 已經在北京跟上海很多影視基地發酵 有一個是台灣的經紀人他就講說 他們只是拍個網劇 網劇意思是說根本不上電視喔 是在網路平台播 裡面有一個香港藝人 就被發現是一個香港人 立刻要簽十年政治正確的這個合約 為什麼呢 各位會覺得 他不過就播一下就過了對不對 不是 我舉例 後宮甄嬛傳都播了五六年了 是不是 他如果在這個播的當中 這十年當中 發現其中有一個演員 他出現了支持台獨 僵獨 藏獨之類的 港獨 那馬上他就對他求賞 因為你影響我重播的利益 這個嚴重的程度到之後可能很多影視作品 他寧願為了方便起見 十年拜託 男女朋友都不可能十年 婚姻很多人也撐不了十年 你要保證這個人十年政治正確 那乾脆我就不要用台灣香港的藝人就好了 這會限縮我們在大陸的發展 那講到這個十年政治正確 大家很恐慌 但是第一個被開展你知道是誰嗎 一定會謝殺雞儆猴 沒錯 今天已經有消息了 這幾天我們一直在討論這個人 小豬 羅志祥對不對 雖然他好像跟政治正確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是非文 對 他是私人的事情 是不是 但是小豬他主持極限挑戰這個節目 非常有名 而且我們過去講過極限挑戰他一季 他的主持費是1.8億台幣 你知道極限挑戰已經第幾季了 6耶 6耶 1.8億乘6 沒有 可是第六季的名單 8個主持人已經公佈了 包括我們很熟悉的老面孔 迪力熱巴 包括你很熟悉的王遜 包括你熟悉的張藝馨 但是這8個人當中 沒有小豬今天宣佈了 也就是小豬被極限挑戰除名了 但是喔 阿冠你知道嗎 真的是很諷刺 你覺得小豬沒有表態過嗎 有耶 小豬在2016年 他在北京出席了一個活動 這活動是什麼呢 極限挑戰的電視版受到歡迎 所以極限挑戰的這原班人馬 這些主持群包括小豬 演過一個電影版 極限挑戰 那他是這裡面唯一一個台灣的藝人 就有記者問說 你是來自台灣 你知道小豬說了什麼嗎 好我們來聽小豬怎麼回答 小豬的回答很政治正確喔 可是2016年他那個我們都是中國人 也被台灣的網友踏罰 因為很多網友就說 你怎麼這樣呢 你是原住民 你是阿美族啊 你是台灣人 所以當時有引起了一些爭議跟風波 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呢 他當時是在極限挑戰這樣一個節目 說我們都是中國人 可是他現在被極限挑戰除名了 但不只是這一個節目 他另外還有一個節目 叫創造營2020 那那個節目其實一個 是女團選秀節目 今天也傳出消息了 小豬恐怕回不去這個節目了 這個節目已經 小豬的位置呢 這個導師位置已經被吳亦凡取代了 那各位會問說 那算了 就失掉兩個節目 沒有耶 他大失血 因為他另外有一個代言 也很慘 哪一個代言呢 是這個蒙牛乳葉 大家都知道到大陸去呢 就會看到這個牌子 那這個蒙牛乳葉 好 大家看到了 來 阿關你比較了解他們的這個 今天股價 我們回到盤中走勢 蒙牛乳葉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受到小豬的影響 在今天大跌了3.66% 所以 所以據說蒙牛乳葉 已經終止了跟小豬的合作 沒有錯 那為什麼你知道嗎 是因為蒙牛乳葉去年2月多 他找了一個代言人 是陳情令的男主角叫蕭戰 沒想到去年2月27號 爆發了一個粉絲事件 其實不是醜聞 但是因為有一點爭議 所以蕭戰也被下架了 那今年4月的時候呢 小豬他滿開心地公佈 尤其蒙牛乳葉也說 他們的新的代言就是小豬 結果才公佈是代言人的身份 馬上周陽青的簽字文就公開了 一公開之後蒙牛乳葉 馬上又把小豬代言人的 這個官網給下架了 各位知道嗎 小豬在大陸全代言一年了 產品過去從椰子水到蒙牛乳葉 大概新台幣是4千萬 一年 一年 那才上去幾天 4千萬就打水漂了 不會打水漂不打緊 萬一還要被天價求償那就慘了 沒有錯 所以最近大家就在討論說 這樣大失血的結果 小豬怎麼辦呢 有沒有可能起死回生 現在看起來他在大陸 恐怕要沉積一段時間了 不過這樣的情況 就是藝人被質疑政治 被對岸質疑政治不正確 盧廣仲也曾經跟蒙牛做記憶 但是盧廣仲後來的這個發展 其實還不錯 但是他當年跟小豬很類似 這是2015年 各位記得嗎 盧廣仲當時出道的時候 他的這個創作的歌曲蠻有意思 年前也很喜歡他 他的唱片公司 當時打造盧廣仲 是希望他到大陸去發展 所以幫他安排了兩次演出 一個是到大陸 有一個南方草莓音樂節 安排盧廣仲去演出 另外也安排盧廣仲 在北京有一個巡迴演唱會 都安排好了 2015年有一個人出現了 叫黃安 黃安他就舉報盧廣仲 他說這個人是台獨藝人 哪裡了 他哪裡台獨 他說他有支持反服貌那件事情 也就是當年太陽花學運 哇不得了 這黃安一舉報 馬上盧廣仲就被扣上了 一個台獨的大帽子 盧廣仲本人以及他經濟公司 當時真的一再喊冤說 沒有沒有沒有 他就是個音樂人 他就是個創作者 他怎麼會去攝入政治呢 當年的這個爭議 其實連魏陽 因為最近太陽花有在那個 判新的判決 魏陽都還有出來講了一些話 不過因為黃安的舉報 就造成當年他的演唱會 沒有舉行 退票 他的南方音樂節也沒有去 也退票 那之後大陸不能去了 大陸不能去怎麼辦 他的經濟公司就想說 那到東南亞發展好了 東南亞的娛樂 畢竟還不是不如台灣 盧廣仲就回到台灣來了 好棒 你有看他的那個電視劇嗎 花甲男孩轉大人 還得了跟蔡振南的那個 父子的對手戲 超好看的 大家都覺得那個行對 盧廣仲 你早點演戲不就好了嗎 這部戲讓盧廣仲翻身了 今天是你唱我阿公嗎 這部戲挖掘了盧廣仲的演戲天分 但我剛剛也談到其實 對岸認為的政治正確也好 政治不正確也好 大部分都是自由行政了 也不見得需要什麼具體的證據 所以他說你不正確就不正確 他說你正確就正確 所以羅志祥呢 雖然有可能是祭出台港藝人 得政治正確十年後 被開刀的第一位藝人 但他是不是有機會 像盧廣仲一樣就此翻身呢 這樣有沒有機會翻身 我認為他在台灣還大有可為 一來他在台灣 其實過去出了唱片 其實滿受到歡迎之外 沒有忘了其實 羅志祥的戲拍得滿好的 他跟楊成林過去合作了一部 偶像劇叫《海派甜心》 這部戲當年也讓他入圍金鐘獎 他跟金鐘獎男主角獎 其實擦身而過 你看那個造型 是不是跟後來的盧廣仲 還滿像的 他曾經有過這樣的造型 有 而且很受到歡迎 收視率也非常好 當年在金鐘獎也是大黑馬 那這部也算是他的代表 所以他是不是有機會 從戲劇翻身 非常有可能 因為他據說滿有演戲天分的 他不是也演過新爺的電影嗎 沒有錯 除了這個《海派甜心》 當時就有一個說法要說 這個羅志祥跟楊成林 是不是緋聞 但不重要 重要是大家對《海派甜心》印象深刻 之後 各位記得嗎 周星馳的這一部電影 西遊降魔篇 裡面的空虛公子就是羅志祥 而且我們都懷疑 當年新演藝就是替小豬量身訂座 因為每次空虛公子出現的時候 身邊都是妹妹 都是漂亮的女生 而且我們之前也講過 當時在宣傳這個電影的時候 小豬不是也自己虧自己說 什麼空虛公子 其實我是盛虛公子 有沒有 就類似這樣的一個話 不過 阿官一定會問說 這個票房怎麼樣 可厲害了 當年這一部電影是大陸的賀歲片 光是在大陸 因為這個電影蠻久了 這個電影當年光是在大陸 是13億人民幣 那之後因為羅志祥跟周星馳之間 維持了一個蠻好的默契 所以周星馳的電影就會找羅志祥 之後新演有一部電影 各位記得嗎 叫美人魚 本來他的男主角 是要找這個小豬的 但是小豬當時沒有接 接男主角的角色 他反而接了這個電影裡面 八爪魚的角色 八爪魚 算是配角 因為男主角後來就是鄧超 那個八爪魚的角色 也滿有意思 你知道他的票房多少嗎 人民幣33億 33億 所以33億加之前13億 加起來將近台幣是200億 所以羅志祥 其實具有百億票房身價的藝人 好 我們來看海派甜心 是當著茉莉的面 讓你不好意思吧 不是啦 談應該是兩個人的事情 所以才會覺得很丟臉啊 你覺得跟我在一起很丟臉嗎 不是這個意思啦 那是什麼意思 我... 現在跟我講話不耐煩了是不是 不是啦 我是怕你生氣 我幹嘛要生氣 因為我幫茉莉伴奏啊 你知道我會生氣你還去 好 這就是羅志祥在海派甜心的表現 其實演得不錯 不過我們回頭來看 如果羅志祥要像盧廣仲一樣 回到台灣來重新開始 這個人緣這個問題 他得好好解決一下 據說他有人和問題 這幾天大家一直討論 小豬羅志祥被骨事件 那光是被骨事件就漏漏的 那個編年史好長 我們在節目裡面也提到過 包括過去他指控過 他的經紀人提拔他的孫德仁 為什麼要差別人 呢 他得到一些人 為甚麼會變成 沒關係 他在那邊 他 有 有 有